同样也是大师的作品 导演蔡明亮他将带着舞台剧《玄奘》 受邀前往欧洲 在舞台上影帝李康生会以极为缓慢的脚步 揣摩玄奘当年西行取经的过程 蔡明亮说 玄奘的慢和反叛是这个作品的两大重点 他说慢是这个时代所欠缺的精神 希望大家放慢脚步 用慢来反叛这个快速的时代 演员李康生身穿一席大红袈裟 卧倒在白纸上 艺术家高俊宏以探笔 绘出一轮明月与大树 下一幕起身慢行 这是蔡明亮慢走长征影像系列 延伸而出的舞台剧《玄奘》 我就想说怎么样到没有 后来就决定有一张纸 不仅是人去就是不紧 你知道高俊宏带学生去就是不紧 而且是你看着它变出来发生 透过艺术家高俊宏的笔触 描绘出各种意象 和玄奘李康生的西行取经 相呼应 在蔡明亮的眼中 这一场演出堪称是两个历练 多年艺术家的对话 也不是随便画的 它是一个艺术家的笔触 那个是很要历练的 它本身的功力在里面 所以我想说这个戏很好玩 是每一个人的功力 都是长期的累积 不是我演什么 我表演什么 不是它是累积的 小康的走路也是一个功力 重现玄奘当年行脚穿越沙漠 西方取经的精神 以极度缓慢的速度转身前行 李康生坦言每一步都跨得艰辛 就很能够体会当时 他往西方取经的那种精神 所以我有时候走走走走到 脚很痠脖子很痠 我几乎回去都要去做热敷 不然我没办法撑下去 透过玄奘的慢 蔡明亮希望借此提醒现代人 放慢速度让心情纯净 我们做艺术的人做创作的人 应该常常丢一些东西出来提醒 提醒你其实有时候慢一点点 有时候不要急 不要马上拿到东西 不一定要拿得到东西 如果你都有这种心境的话 你过得会比较快乐一点 舞台剧《玄奘》五月受邀在布鲁塞尔和维也纳艺术节演出 八月将再回到台北 再将每个步伐的精神伸直故乡台湾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